在未被联合国军情报机构发现的情况下 11月17日 第九兵团12万人悄悄进入长津湖地区 当时此地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只有3万人左右 朝鲜北部的极寒对共军和美军都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双方都有大量人员动伤 尤其在共军这一方 最初共军的第九军团计划在中国东北进行整讯 并领取东庄 但实际上很多部队并没有领取到相应的棉服 便匆匆进入朝鲜 结果就是第九兵团没有适应朝鲜半岛的极寒天气 没有极力作战的经验 同样的由于后勤保障能力的缺失 迫使第九兵团将自己的重型火炮全部留在了中国国内 严寒还导致了第九兵团的食物与弹药的不足 长津湖战役后 共军12万人共损失了5万多人 其中冻伤冻死的士兵高达3万人 冰雕连被活活冻死的共军士兵 只是3万人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我们下期见